政治焦点 昨天第一场的总统电视证件发表会议 那么事后却引发了柯文哲被消失44秒的争议事件 RCC陆续接到了八件的陈情检举 而这起电视台转播争议 被网友点名的三例在柯文哲发表时是插播广告 而民事则是在YouTube的平台当中剪掉了柯文哲的演讲吗 面对这样的争议呢 舆论的抨击 相关电视台主管赶紧来澄清 但柯智英的发言人陈志涵则开枪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民众党临时开国际记者会 什么是这么大张旗鼓 民众党指控民事转播总统证件发表会 柯文哲被消失44秒 但民事新闻网路不经理也亲自杀到现场回应 在民事所出现非常离谱 竟然可以让柯主席再报告居住正义被消失了 我刚看到整个简报上面的这个标题 这个后面也没有打上任何一个问号 这等于是一个实质的一个指控 这场还是我们的记者会 那如果说民事这边事前就已经打算要来做说明的话 其实我们非常欢迎 那不过呢 基于礼貌上或许应该先让我们知道 双方提问环节各自话中带刺 现场气氛剑拔弩张 但民众党的指控也被中选会反驳 因为民事的电视转播全程没有中断 柯文哲消失的44秒只是网路直播 而且是YouTube伺服器端的技术问题 送给YT跟送给FB是同一套东西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YT的程序上面去减掉44秒 绝对不是所谓的偷偷减掉 侮辱智商 怎么样取得月清大众的信任 这是民事应该要去面对的责任 恐怕不是如同中选会所讲的 只有负责转播的那个五线台 不能插播广告 如果这个规范是这个样子的话 会出现极度荒谬的结果 民众党话风一转 把矛头再指向中选会 认为证件发表会中 网路平台不受法律限制的规范并不合理 还把当天其他家电视台通通拖下水 各台他们要自己广告在YouTube上面要盖台 讲这个是各台的问题 证件发表以后有问题 他们早就应该在这一次证件发表会之前就提出来 刻意想要去暗示说 有一些电视台有立场 刻意要去这个打压你科文者 我觉得倒是没有必要 国民党阵营也看不下去 民众党把原本就没规范的网路转播放大解读 炒作成了选举话题 记得综合报导